好,我们继续讲 这个基于基因组变异的,我们可以搞出很多种应用来 总的来讲的话,分为这么几种 一种是Germanline mutation,然后Somatic mutation,CMV,就是Covid number variation,还有Structural variation 这种东西会一来介绍这么几种,几种基于变异的应用 Germanline mutation是指,就是你的翻译过来叫做生殖系或者胚系 那实际上这个翻译过来可能更难理解 那什么叫做Germanline mutation或者是Germanline variation 说简单一点,就是你生下来 你的基因组里面就带着那些和别人不一样的那些位置 就叫做Germanline 那么理论上你的每一个细胞里面都有这样的那种面移 那么这种变异它要说的话,这并不能叫做变异 因为变异要有从什么样的,从原来那个样子要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那么我们的这个SMP绝大部分是继承制父母的,对吧 绝大部分是继承制父母 当然也有少部分的这个SMP是这个父母都没有了 然后你就有了,这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在这个金子和卵子的形成的过程中间 这个是要进行分裂吧,对吧?要进行DNA合成的 那么合成的时候总会出点错了,对不对? 然后呢,在你胚胎,还有一个可能是在你胚胎早期发育的时候 应该有什么射线呢?或者是化学物质又变呢?等等导致的那些位置发展突变 那么所以这种情况,严格来讲,这种情况才算做Germanline mutation 而其他的,就是你直接继承制父母的那些SMP 比如说应该叫做Germanline variation 和别人不一样,所以只能算叫variation,然后叫mutation 那么在,那么这些Germanline mutation或者variation呢 基于这样的应用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应用方向就是 预测你的发生某种起病的这种概念 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东西 那么在几年前,全世界弄的家喻户晓的一个事儿就是 安吉利亚朱利,他进行了预防性的乳房和炒来切除 因为他有BLCI1的一个mutation 这个mutation是寄承着他的家族的,所以理论上也不能叫mutation 这个叫做variation 这个呢,并不意味着他一定会发病 事实上,一直到今天 安吉利亚朱利也没有患上乳腺癌或者是卵巢癌 但是,如果他不切除的话 那么他所患的,他医生里面患上乳腺癌概率是87% 他患上卵巢癌的概率是50% 就目前来讲已经知道了 有很多种疾病 它发病的风险 至于你的基因型是有关的 而且呢,如果你知道了这个基因型的话 你知道是哪块有问题 那么事实上你可以有很多办法去预防这些重疾病 比方说乳腺癌 乳腺癌的这个应该 如果现在要说的话,确实有很多的这个年轻的女性得乳腺癌 现在我自己咨询过的一个最年轻的乳腺癌患者是21岁 你可以想象一个21岁的女孩 已经是27乳腺癌了 她的这种人生 我就不谈她的这个肉体上的这种 精神的这种 因为现在的乳腺癌35岁以下的乳腺癌患者 真的是已经越来越多了 35岁以下的 我自己起码就是咨询 做过咨询的至少是有10个人以上 这就是我周围的 所以大家真的不要说是 这个一点都不是吓唬大家 现在这个乳腺癌的这个低灵化 是很可怕的 现在欧美 这个乳腺癌一般来讲 目前来讲还是50岁以上的老年人 所高发的一个疾病 但是在中国 它整个的这个发病的年龄段 就是比欧美尔提前 起码10年以上 而现在的话 低灵化的趋势非常有多 那乳腺癌 与乳腺癌相关的这个基因 有几百个 如果你不测的话 你上次不知道是哪个基因有问题导致的 你会得罪症 像BLCA1 BLCA2 安吉他朱利 所测的那六个基因 事实上 这个 这次的基因在中国人里面 是极为罕见的 所以它称为犹太性的突变 就是在犹太人里面 这个基因频率是挺高的 在中国人里面 我们像乘起测了 包括大的套层和小的测层 测了几万人里面 没有发现一例 是有BLCA1的这个突变 就是那个 安吉他朱利 所有的这个突变 你摊上这个突变 当然它的 这个发病率是很高的 但是你如果没有 这个摊上这个突变 并不意味着 你是可以高涨无忧 在中国人的话 它主要是 主要是 它的风险是 多个基因 供能构成的 可能单一个基因 它的这个 并不罕见 它的效应也不大 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 allegal frequency 和这个 Effect size 之间是一个环比的关系 那些看起来很成见的 这个 一些基因型 可能 单个的基因 并不意味着 很严重的风险 但是如果架不住 几百个一起上 几十个 几百个一起上 那你的风险都会高 然后如果是 你搞清楚 究竟是乳腺癌 是哪一个基因 或者哪几个基因 是出问题的 那么你就可以说是 去采取有 针对性的预防物质 比如说我们 实测的这个 数据里面 发现的比较多的情况 是在这个 磁奇数受体突进上面 有突变的 这种 就是在中国人里面 是比较多的 那么 这种情况之下 你应该避免是使用 含磁奇数的抗酸脑把裂品 实际上 现在很多的 用这个 大家都有体会的 女生都很喜欢化妆 都喜欢让自己保持了年薪 对不对 那么最 最主要的一种图定就是 化妆品厂家 在这个 这个化妆品里面 参入这个磁奇数 或者磁奇数的衍生品 衍生品 然后你涂了之后 你会让你的皮肤 变得水柠檬的 很红润 然后也没有什么皱纹 然后呢 也没有什么角质啊 就看到什么 这个白里头红 与中足红的那种 非常漂亮 问题 问题就出来这里 一般的人 可能没什么事情 但如果是 你在这个 磁奇数受体突进上面 有那么几个突变 你这个时候 你就一辈子不能碰 这种 磁奇数的 这个保健体 化妆品 还有保健体 就对于那些 妈妈这一集的 人来讲 很喜欢吃一些补物品 对不对 有很多补物品 是有动物园的 这个磁奇数的 凤凰浆 比方说凤凰浆 大家都知道 不能给小孩 吃凤凰浆 对吧 那会让小女孩 踢倒大狱 那就是因为磁奇数的原因 那如果你不想 如果你测了之后 你发现你有这个问题 那你一辈子不能碰 这个磁奇数 你碰了磁奇数之后 你就非常容易 这个 这个非常容易 做磁奇癌 那还有这个 像红蚂蓝窗的抑感突变的话 如果你有这些的话 你就不能使用 增强免疫力的保健体 还有如果你肺癌抑感突变的话 你不能歇 也不能歇二手炎 也不能做中餐的厨师 用中餐的油烟 油的粉冰壁 容易致癌 然后还有就是那种很厉害的 一些很厉害的情况的话 那你像在北京 你就只能说去一下子可以 那你不能长期在那个地方待着 因为冬天有雾霾嘛 雾霾也是致癌的一个灰甜因素 所以说像这些情况来讲 你就可以 你知道你的基因性器之后 你就能够知道 怎么样去来进行有针对性的预防 因为你不可能说 事事都去预防 那你太活活了 是吧 自然我们测过的绝大部分的人 一般的这个范围是有大概五到十二项 这个疾病是有高危的 其他的疾病基本上都是没有什么大的风险 那目前我们像我们所测到的 呃 就是城企所这个测试物 我带了一些这个我们的宣传车都过来 这个大家可以下课来拿 来看一下 这个这个主要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宣传车还是做蛮专业的 后面有目前详细的列出了 我们能给出的药物256种 每一种药物全部仔细的列出来了 然后我们目前能够评估的503种重大疾病 503种重大疾病的这个风险 每一种病的病名我们都列出来了 大家可以拿下来拿着看 就是你可以看到 目前已经有研究的 与基因直接相关的 这样的一些疾病 已经有这么多种 如果你乘了你的全金组的化学生 是可以一网打进的 这样一些疾病风险一网打进的 那么在这么503种疾病里面 通常通常会有5到12种疾病 你是需要比较认真的去进行比方法 那么如果你碰巧 如果你碰巧针缩鞋带上的一个 不好的这个基因或者不好的突变 你没法改它是不是 你跌八给你的 然后你也没办法改掉它 你像现在做基因编辑是可以 但是你没有办法 从头到脚 所有的细胞里面全给它编辑一遍 对吧 没有这个可能性 目前至少没有这种可能性 那你怎么办呢 实际上不用去担心 不用去担心 因为即便是 如这个安吉利亚朱利 所摊上的这个DLCA1 这样的突变 非常的严重的 它的这个破名概率达到87% 这种情况 大家可以去看 这安吉利亚朱利切了这个乳房之后 大概一年左右 网上就有大量的这个新闻出来 说这个 其实安吉利亚朱利 根本没有必要去切掉乳房 因为实际上切乳房这种事情 对于一个女性来讲 心理打击是非常大的 也可以对她的生活造成灾难性影响 这绝对不是说一个可以随随便便 能够下来的决心 那不切入乳房的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通过 通过现有的很成熟的一套 预防的方法 不花一分钱 在生活中 你只要注意一些事项 你就可以将什么 将她的这个患病的概率 从87%降到8% 降到8% with prevention 这个降到8% 而正常的这个患病率 大概就是5%的样子 就是普通的人 不携带这种屏面 也就5%的样子 所以实际上 即便是有这么差的一个基因 你通过一分钱不花 纯粹通过生活方式的这个调养 就可以让这个 就可以让你的发病概率降到跟常人差不多的程度 这个实际上是我们的这个 基因 这个这个健康基因的基因体现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就在这里 现在呢 就是在美国 实际上这个这种健康的预防性的 这个基因检测 在美国是非常常见的 一个非常普遍的 那么这还是几年前的数据了 在美国每年有400到500万人 接受这种基因体检 但是他们一般的两个是测全基因组 他们会测一些重点的一些一些疾病 那么每一种疾病测几个到几百个不等的位点 那么医生会根据检测的结果 告诉他们应该如何去进行针对性的预防 那么在美国实际的状况就是进行这样的开展这样的一个检测之后 那么证明是基因检测会使得家族性的大肠癌的发病率降低90% 家族性乳腺癌的发病率降低70% 所以这个是对于社会成本来讲 会有一个极大的降低 以及对于每一个人来讲 他获得的是什么 实实在在降低发病风险 你可能这一辈子你就不会得病了 原来你可能会得到五次癌 很痛苦的活过最后几年 但是现在你可能一辈子 不会得到一层 进行方方快快乐乐的过完一层 那么在中国的情况是这样的 国家医生中心2017年发布的报告 是说全国每天约有一万人去 每天一万人 然后2016年 国家医生中心发表的一个调查 显示全国城市地区 常见的那种疾病负担 平均是65,900元每患者 然后这其中78%需要病人支配 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最后三个月 平均医疗费111700元 只是最后三个月去命 这还是平均 全国平均 大家知道在广州 这是一线城市 大家的收入水平都很高 比全国的平均水平要高几倍 那么这个数字也是要往上攀几倍的 很容易我们就看了 因病至平 对不对 很多人比方说 我不是药神那个电影 前一段时间热硬的 大家就是讨论很多 我得个癌症 得个癌症 很轻易的 我几十万里没了 尤其你比方说你要吃个八分药 这个一个月五万块钱 那算是比较便宜的 这只是药费 如果你在ICU里面住上十天 你等着你的账单吧 绝盖部分的像这种治疗 实际上是最后也没有什么用 我们可以看到 作为对比 患者家庭的年龄收入平均 也只有五万六千七百元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 这个医药费的负担和这个收入相比 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 你是愿意说 这个国家是没有办法去承担每个人的 像这种得了癌症之后 通过医保来进行报销 这个国家的财力是没有办法承受的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你最好的方法 不是说得了病之后去治病 而是亚洲人就不要得病 那如何去防 尤其像癌症这种重大疾病 世界微生组织早就指出了 就是癌症它是基因病 防止癌症必须从基因入手 这个白皮书已经出来好几年了 那你如果不测这个基因组的话 你是永远没有办法去 从你的基因入手去防止癌症 所以整个的这个 我们说这个防病的这个方式 就是我们测了基因性疑之后 我们可以知道患病的风险 因为实际上你绝大部分的疾病 是没有太高的风险的 然后呢 就是对于少数的 有高危的这种疾病 有针对性的 进行改善生活环境和习惯 通常不需要花一分钱 于是你就可以避免了 推死癌症的发生 并且呢如果是 比方说你的肺癌高风险的话 那么你的做某些检查 就需要比别人更频繁的去做一下 然后有一些检查 是一般的体检 然后说这个 你需要每年的体检 或者是以后 你上班了 公司每年的这种例行体检里面 它不包含的一些项目 特殊的检查项目 你就要去做 比方说 你过两年 你就要去做一个低纪量MCD 这样的话 可以使得 你这些 一些早期的一些症状 就可以发现 不是等到拖到什么的 拖到你已经很难受了 然后你到医院去医查 一般像肺癌的东西 一般一查就是晚期 基本上没什么救啊 一期肺癌 如果是肺癌在一期发现 它的五年生存率 是95%以上的 如果是三期发现 你像我岳母的那个肺癌 三臂期发现 三臂期发现五年生存率 只有90% 就这么大的差别 如果你二期发现 其实你都还有85%的 五年生存率 三期就巨强的90% 而绝大部分的肺癌发现 都是在三期 甚至四期 所以说这个 如果你早先就知道的话 早预防应该没这种 这种概率会降低很多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每一种疾病 实际上它是有多个 我们现在都知道 它是有多个 这个 基因位点 共同确定了 而且呢 随着这个 医学发展 以及这个 主学的这种发展 人们知道的这样的 位点是越来越多 那比方说 我们在这里 给大家展示的是 就是肺癌 它是目前的 我们的数据库里面 已经收录了211个位点 是与肺癌有关的 糖尿病是有217个位点 直接相关 每一个位点 都有它的很详细的 这个资料 是哪一个基因的哪一个位 会从什么 突变成什么 然后它的这个 风险值 会增高多数 这都是有 前人的研究的 所以说 对于 许多重大疾病来讲 绝大部分重大疾病来讲 这些风险 是不能突破 一两个位点给出的 那么 市面上有很多的 这个公司 它就是给你测 一两个位点 它价钱很便宜 给你一个结论 实际上是 我们从这里看到 是根本是不现实的 那么这个呢 我给大家展示的是 这种乘起实际测了 1198人基因组的 这个实测数据 统计出来的一个结果 蓝色的 蓝色的分布 是这个人群理论分布 也就是根据 根据这个全世界人群的 一个基因频率 来进行一个理论 一个理论分布 然后呢 实际的 这个实际的 我们测的 这个人的这个 风险的分布状况 是这个 这个橙色的 我们可以看见 我们可以看见 像糖尿病 大家都知道 糖尿病是有家族聚集性的 对吧 而且我们测基因的话 也就是测的是 这个与家族是有关系的 这一部分的基因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风险评估出来 明显的就是 低风险的这一部分 和高风险的这部分 是比背景的 理论平均是要高的 对吧 明显的我们可以看看 这有两个风 这意味着什么 这就是这个 这个家族聚集性的 一个体现 背景是不考虑这个 这个问题的 家族聚集性 意味着什么 这个风的这些人 他在人群中 患了这个 糖尿病的这个概率 是常人的 比常人要高 明显的要高 所以这部分人 是需要 对糖尿病要进行 专门的这个预防的 然后肺癌 我们可以看见 肺癌的话 在这个地方 它可能分辨率有点低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实测的情况 实测的情况是 在这个高风险区域 是有一个明显的 一个小风的 也就是说 这一部分人的肺癌风险 是要比 普通人要明显的是要高 然后这个图 大家看到的 比较奇怪 为什么这边 反而都没有 这边 大家注意 有个非常非常小的风 这是平均的 平均风险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风险已经到哪了 这个风险已经到哪了 就是 在肺癌里面 真的有那么 两个基因 是 它的那个风险值 是非常高的 你一旦看上 这个图面 你的这个 风险就是 长得十几倍 而且这还是 杂核状况 如果是纯核状况 可以高上一百倍 以上 如果你真的看上这个的话 问题就很麻烦了 后来大家如果说 等会儿下课了 来 来拿这个册子 后面我们有一些真实的案例 因为像这些案例 真的编小说 不一定编得出来了 案例7 有一个 大家可以看到 名字都引去了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人 这个人的状况 这个名 大家可以看见 它如何去 如何去通过调整工作的方式 去避免这个肺癌风险 然后如果说我们只选择某些位点 来进行检测 得出了结果 能不能反映真实的状况 还是从我们这个已经测过的 这当然不是我们这个 曾经测过的所有的数据 我们只是说 拿了1198元的数据过来 做了一些简单的分析 太多 如果说你做一个研究的话 你开始拿很多的数据来 不是算得慢吗 我们是拿这部分的数据来 来进行一个分析 就是我们测序 会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直接把你全精组测了 这样把你所有的 所有的位点信息 全部可以拿到 另外还有就是 现在比较是很成本的一种方法 是全外精组测序 只测2%的编码区段 对吧 因为绝大部分基因 都是跟这个2%的编码区段 是有关的 但是现在的研究 是越来越多的 发现那些非编码区段 以及内含子 出的一些问题 也与疾病是有关系的 那我们来看 就是全外线子测序里面 它肯定有些基因是测不到了 有些位点是测不到了 我们看一下 全外线子测序和全基因组测序的 就同一个人 我们都是拿这个全基因组的数据来做的 全基因组的这个数据 以及我假装我是做全外线子测 我只留这些外线子测里面 能测到的这些位点 来进行分析 我们看到这个风险预测 会不会有差别 在糖尿病下面 我们看到全基因组 我们是217个位点综合来进行 来综合来进行判断和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是这样的 然后全外线子测的 它只能测到16个位点 其中只能测到16个位点 我们可以看到 中16个位点的这个评估 和这个217个位点的评估 风险几乎是没有相关性的 也就是说 你如果是只是测了这个 全外的话 你得到的信息是不全的 所以你的这个评估也是不全的 好 肺癌方面 全外线子测能够测到其中的53个位点 我们可以看到 到53个位点和211个位点 这个差别就没有那么大 我们可以看见 评估出来的风险 还是有比较强的相关性的 但是依然我们可以看见 它散布还是比较 还是有一定散布的 说明如果是你同一个人 按照全外线子组测序 做一次评估 和用全基因组做一次评估 两份报告可以完全不一样 从总体上来讲 我们总是可以说是有总体相关性的 是正相关的 R等于0.7级什么的 但是实际上 这种东西对 论到每个个体头上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是比较推荐 是去做全基因组的一个道理 因为确实是能够更加准确的来进行反应 那么我们从全基因组测序里面 还可以有很多其他的一些用处 比方说这种测序得到了一些结论 这个可以增进理解和合目的 比方说这是一个公司高管 在我们这里做的 这还是蛮早的一个报告 这是两年前的一个报告 当时数据部还没有那么大 孟先看他的双线进展障碍 风险是比较高的 双线进展障碍 什么叫双线进展障碍 实际上是抑郁症的一种特殊的抑郁症 我也是有双线进展障碍的 双线性的障碍它是有造狂期和抑郁期交替出现 造狂期就是你的精神特别好 然后特别的兴奋 然后你的工作什么的学习都特给劲 那种 然后有的时候也带有一定的攻击性 然后抑郁期的话 那就是跟抑郁症没有什么两样 就是非常低沉 然后想自杀 怎么样 那好像公司高管呢 他这个人呢 是以前家庭关系非常紧张的 为什么 他在外面对客户肯定是不敢发飙的 所以他回来 他那个心里面积累的这种怨气 怎么回来就发现了他的老婆身上 所以他这个 这经常有家冒啊 什么样的一些状况 然后对老婆也是出言不逊 然后呢 他老婆呢 是个基督徒 也不愿意离婚 所以就是整个家庭 家庭状况也很紧张 然后他自己也知道 说不应该这样子 但是他就是碰不住自己 后来测了之后呢 所以我就 就比较明白了 这个不是说他不想改进 他是没这能力改进 所以他们看过很多心理医生都不想 看了这个之后 他就知道 哦 这个确实是因为基因是有问题的 基因有问题的 这种情况呢 是可以吃 吃药来进行控制的 那我们知道很多的这个抗抑郁的药物 它实际上是一个积月性的药物 也就是让你 让你很嗨的那种药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呢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有抑郁症患者 他不吃药很好 一吃药就跳到晚 这种情况是挺多的 我们那个 我们旁边就发生过一次 2013年9月30号 这个 就是 就是我们那边 我们隔壁医药物室那家教授的 一个新的研究生 刚进校一个月 然后从这个 从中山山医院 座院部的那个22楼跳下来 当场死亡 然后警方在他的衣服口袋里面 发现了一把没有吃完的 抗抑郁的药物 虽然我没有去测他的基因 但是这种情况是很有可能是属于那种 基因上面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你吃了看抑郁的 往往就会有这种积极性质上 这种情况大概看百分之五 所以说你测了基因之后 你就知道该怎么去应对了 那么你如果说基因有问题 那么你是气质性的问题 对吧 你的蛋白质是有发生改变 你当然可以去吃药去控制 这一般没有什么太大工减 可是如果是你的基因是完全好的 这是由于后天的原因 由于你的禁欲所导致的 那是心理性的原因 那么这个时候心理辅导 就是别有效的 而你去吃药的话 往往会悲剧 所以后来他看到这样的情况之后 他的老婆也对他非常的 就是就能更理解了 然后给他更多关爱 然后他也就愿意去医生那里 去开药去吃 一直到现在 我们还要联系 然后他们家庭 家庭现在是非常的 非常合适了 那抑郁症 抑郁症的话 这是我们15年的时候的 一个数据库 现在已经是增长了几倍了 我看抑郁形象像这样 一些抑郁形象实际上 都是可以通过这个测器 来进行测出来的 那么现在已经是有 好多的学校 就是中小学 在联系我们 希望我们就是说 能够给予一个方案 给所有的小孩 全部测一遍 对于那些有抑郁倾向的 要重点关注 这教育方法上面 是要重点关注的 那么另外一个方向的应用 就是药物 药物响应 那我们都知道 这个一针之龙的这个问题 清大梅术 卡拉梅术 像这种 那么中国有个很著名的一个 一个团 叫做千手观音的 这个团 他们在世界各地军会演出 非常的漂亮 他们全是龙雅人 而这里面绝大部分的龙雅人 都是因为小时候 打过这个清大或者卡拉梅术 而导致的耳术 就是一针之龙 那么 像清大和卡拉 像这种抗生素 全世界都用了一百多年了 为什么 还会在某些人上面 一针之龙 而其他的人 绝大部分人打的是没有事的 这就是因为 对安提堂根类的 这个药物来讲 某些像线粒体上面 这个突变 还有一些基因组成的一些突变 你只要摊上这么个突变 你打一针下去 就很快就会折 而且没有任何的 往回的努力 所以这个比较早期的 2013年的时候 北京市就 由北京市政府出钱 给20万新生儿 全市20万新生儿 免费做这个 二龙新鲜赛 就是测证了几个位置 如果你测到有 会给你一张卡片 上面说 就写了 由于基因突变 你不能使用 安提堂根类的这个药物 比方说卡拉美术 辛拉美术等等 这样的一些药物 然后每次就诊的时候 你就带上这个卡片 给医生看 医生就知道 会注意避免 这样的一些药物 那么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当年的 13年的当年的报导 你看 中关村的三三钢 三个月大 目前听力完全正常了 她实际上是一位 持发性耳龙患者 由于基因检测的 早期发现 她可以在一岁前 就进行相关治疗 将来能正常 还是一二三个月 一个女孩的命运 因此改变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20万新生儿 有54名像 实在是一样的先天耳龙患者 被及时发现病治疗 幸运的避免耳龙 还有522名药物性的耳龙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群体的比例 并不小 北京市每年 在这个新生儿 耳龙基因上面的 这个筛查 投入是2亿多元 但是 投入这么大的资源 它能够得到收益多少 经过测算之后 发现成本 和效率之比 是1比7.27 也就是说 每投入1块钱 在这个上面 你最后得到的效率 是7.27元 那如果说我们能够 对于很多的这种药物的 像我们看了这个 这个测试上面 有256种药物的 这个 这个适用性的 这个指导的话 如果你能够 一次去检测到 这么多的话 那么 这个消费比 就会更高 那比方说 就是在一些 目前大家很常见的 药物上面的 一些应用 像保法林 这个是对于家中 有老人的 同学可能都比较熟悉 这种 比较熟悉这个药物 华法林是 一种常用的抗拟药 如果你有血栓 有细腎管疾病的人 常常需要服用 但是华法林 这个药物 它的作用区间非常窄 你吃少了 你吃少了 没用 吃多了 会发现过度抗拟 过度抗拟 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到处出血 你出血止不住 现在一般都怎么用 如果你需要去进行抗拟 抗拟治疗的话 医生会告诉你 先按经验剂量 给你一个 这个华法林的这个 用量 然后 看看 有没有问题 如果发生心疼 或脑梗疼 住院赶紧给你 再增加一点剂量 如果发现你浑身出血 不对劲的 抬到医院来急救 好吧 那就降一点吧 但是基本上 有很多的人 都是在这么折腾中 已经折腾死了 那么不同的人 不同的人 这个个体差异 所需的剂量 相差可以达到十倍以上 也就是说 并不存在一个 大家都可以基本接受的 一个安全剂量 没有这样的剂量 因为它这个药效很好 那么 所以你可以减量用 那么 减量的话 也会降临这个不良世界 化伤可能性 所以是像 像这样的一些用法 是在这个 在家庭中 也是非常有用的 你像这个癌症的化疗 化疗药的话 也是也是这个样子的 因为像 大家都比较怕这个癌症的化疗 副作用很大 是吧 非常痛苦 家里有癌症患者 应该是可以 有非常深刻的 这个体会 但实际上 我们 我们开展了这个 这个癌症化疗 用药的 这个精准用药的指导的话 是可以 是从你的这个基因组的 就是germline 这个信息里面 就可以 也就是说 你从你出生第一天 我就可以把这个信息拿到 测到了之后 你就一辈子都知道 你如果是患了这个病 那么你应该用什么样的药 会最好 在我们实际的状况之下 的话呢 在中国人里面 所测到的状况 都是 大部分的人 他的这个 我们测到这个用药 应该用什么 不应该用什么 这个用药方案 是和医生的一种经验的 一切用药方案 是充足的 是 呃 是完全不一样的 比方说 我们测了 我们测了上千人的 这种 我们用这种上千人的 这种数据 做了一个分析 发现只有 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人 他是适合用这个 博类药文 而现在大家知道 用顺博卡博这样的药物 几乎什么癌症 首选药物都是这些 中国人的基因型 跟西方人不一样 绝大部分的这样 这样的一些药物的 最开始的使用 都是在西方 它可以 有很好的效果 但是在中国人身上 往往就不是 那么回事 所以说 很多人 很多人在我们的这个 做了检测之后 就发现 这个 这个 这个医生的 一切用药的方案 并不适合 然后改了之后 教育会非常好 包括这个 南方日报 南方日报 报道我们的 这个 这个 他们采访了我们的 一个 一个客户 这个台湾的 但是在这个 他说这个 发现医生 原本用来发现了 多其他赛 药效差 副作用大 经过加速 与医生的耐心沟通 这个说耐心沟通 实际上是外交词会 大家都知道 几乎 就是我们说耐心沟通 实际上 现场的情况是 几乎打起来的 然后 医生就调整了 调整了这个 用药方案 使用了精准计算处的 推荐化疗 与医生的组合 在进行两期化疗之后 效果十分显出 肿疗缩小了 陈女士居然没有感觉任何的不适 反而 饭量增长 睡得更香 我往外面 完全看不出是 这时候化疗疗精准 这不是我写的 南方日报 他们去采访 所以说 这会真的是有奇效的 像这个是癌症 这个是用药指导 这是我们两年前的用药指导 还比较少的药物 现在是256种 现在256种的话 列上来根本就看了他们 其实还是蛮多的 跟常人用药反应不太一样了 有各种副作用之类的 现在我们的报告 会详细的给出 把这个副作用分成了十几种 给大家详细的具体式 好 然后我们再看 Germline的信息 另外一个方面的应用 那就是天赋 每个人的天赋 实际上都是天生的 有一句话 叫做天蚕是1%的灵感加99%的汗水 那还有后面一句话 大家都知道 这个反鸡汤里面 往往是把后一句话拿出来 但后一句话 实际上不是艾迪森说的 是美国著名的 这个差异书作家 Cindy Myers说的 如果没有大半身的灵感 世界上所有的汗水 也不过是一桶汗水而已 也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天赋的话 你很难得到 很难达到一个很高的成就 那么这个是 确实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可以看见 最早的 在天赋领域被发现的 基因是在体育方面 因为体育嘛 奥运会这种东西 有巨大的国家利益和经济利益 大家也都知道 所以各个国家都卯足了劲 去培养自己的运动员 那么目前已经证实了 实际上这个要截止 应该是截止2014年了 已经证实了体育有关的SMP 我已经报告了120个 其中77个耐力型 和43个力量型的SMP 那么 这里我给大家展示 08年的时候公布出来的 英国23基因 耐力型运动员 理解方案 在这23个基因里面 如果你占到了 你有13个基因的飞行是耐力型的 那么你基本上就是一个世界级的运动员 对上学的孩子 就是全民做基因补杂 找出这些 这次他们公布出来 现在肯定有任先进行的方法 他们不愿意公布 如果说发现你有十几个基因 是比较适合多运动员 就会有俱乐部的跟父母来谈 愿不愿意把小孩送老公子来进行训练一下 这个肯定是个好处理 所以说你看在西方国家 这个运动员的训练根本就不坚苦了 不像中国这个坚苦的要死 对吧 累的要死 然后这个运动员经常是一身伤病 最后还出不了成绩 中国纯粹是靠着这种 靠着是死炼 然后呢 人口技术大才能够出一些成绩 那人家西方国家根本就是随随便便的 就是搞一下就行了 你看菲尔普斯 从来就是从小玩了大的 用身体随便铺唐两下 然后他的训练一点都不清楚 然后人家拿23块奥运营动机盘 基本上能拿的全拿 那样的 那么这样的一些东西它有没有科学依据 是有科学依据的 线粒体基因型 比方说线粒体基因型 与耐力型运动员之间的关系很明显 就是线粒体它负责有氧呼吸嘛 对不对 如果说有一些基因型 它的这个致死泵的能力会比较强一点 它活性比较强一点 它就能在单位时间里面 泵出更多的致死过去 所以产生那么多ATP 你像自行车 这种93%是靠有氧呼吸的 这种运动 你如果是有这么一个图片的话 那会给你富裕不少的优势 在音乐方面 各种的这个音乐的能力 都是有相应的基因来控制的 所以说有人五音不全 你练不出来的 我告诉你练不出来的 在音乐方面 尤其是这样的 你如果没有天赋 你是根本没有可能站到世界舞台上去的 那么对于智商来讲 之前14年的两项全万象子人 就用10万人来论证明 智商与基因基本无关 但是随后17年的时候 发表了一篇 有七万八千多人的全基因组策区 发现智商80%是与基因有关的 是由基因决定的 这在之前的心体学里面 已经有证明大概是78% 智商有78%是由基因决定 但是并不知道是哪些基因位置决定的 好 全基因组就发现 有18个位置 能够决定你80%的智商 而你所有后天的这个培养 只能是 只能决定的剩下20% 而这18个位置 全部在万人子区与关 也就是说全万人子测区 根本一个都抽不到 所以 全万人子组所做的这个基巴斯研究 得出的结论是 与基因美关系 这显然是不对的 而全基因组 就可以测到所有的这些基因 所以 这个是 比如说这个 全基因组测区 是非常非常的有意义的 好 我们今天呢 科学展的这个地方 大家呢 有兴趣可以拿这些资料 我去看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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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